钓友们好 最近天是越来越冷了 一进入冬季 好多钓友在河里边 基本上钓不着鱼了 尤其是这种晾水面 打台钓的 那更白给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解惠一下 冬天的鱼应该怎么钓 走 今天咱们来这个地方 原先是一个主河道 干枯之后就留下这么一个小水沟 这小水沟不简单 十多年没干过了 肯定是有鱼的 但是冬天的鱼它藏到哪了 看到没 重胀区 为什么会藏到这里头 因为重胀区里边的 第一是维生物比较多 鱼在里边觅食 第二它在里边感觉到很安全 所以会躲到里头 今天咱要试试 把沃子打到重胀区里头 试试看能不能钓到鱼 咱今天打沃子 还是用那个钓鱼王今晚吃鱼的大米 但这打沃也有讲究 不能打太多 小半罐 少量勤补 这是最好的方法 走 贴着草打个沃子 这传统调记住了 冬天打沃 多打几个沃子 为什么呢 鱼的新陈代谢比较慢了 在水里的游动速度也比较慢 半天还走不了两米的路呢 所以 多打几个沃子 这沃子打完了 两个重胀区 选沃子也有讲究 向阳重胀 这是好地方 打两沃 一个小时之后呢 咱们开吊 冬天发火比较慢 休息一下 时间差不多了 兄弟们 咱又开始了啊 用了一只12米的通天 现组七星飘 朝天沟 挂蚯蚓 活儿都掉 今儿我钓不着鱼 感觉我说的没道理 你们在评论区可以骂我 可以拉黑 假如我今天钓着鱼了 哎 帮忙点个免费的小赞 来吧 咱开始了 能不能第一杆 鸟上鱼 来 怎么样 一杆秒上鱼 第一尾 往往第一条都本很大 我相信这鱼 是越钓越大 放桶里 国标证 二点 接着来 来了 中鱼 连点的信号也是中鱼了 不用等它顶条 哎呀 这是马上从马某人变成马达似了 这个不小 这也不小 这也不小 这个可以说上三两了 今天钓着鱼啊 发现没 都是二三两的 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大的 要不小的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 能不能搞条 把它爸妈给钓上来 这个颜色不够正啊 这是他爸妈没搞好关系 才把它生出来的吧 发白 来了 不得不说啊 这个地方红鱼是真多啊 今天钓着鱼一半红 一半黑的 开口 中 这个大 三两 这后期钓得是越钓越大了 一巴掌 下去就给口 这口很暴躁嘛 一巴掌 底界 又一条 这个是正经鲫鱼啊 给口 给口 吃吃 中 飞起来 这个漂亮 三两 三两 小桶快装满了 这个卧子处于不少了 准备换一个卧子掉 补点卧子 不要多补 一盖 我来 来 蛮蛮了 我还逗一下 吃住了 这鱼都学会抢拿了吗 真漂亮的 小红鱼 花里胡哨长的 比我还漂亮 带回去养着 吃住了 扳鸡扳鸡扳鸡 吃吃吃吃 吃住了 扳鸡 又是股标秤二两的 多点不 多不了 多不了 没掉到大的 这 顶起来了 板机 别挂树枝 我突然感觉我成大师了 以后叫我麻瓜大师 这又上鱼了 连杆子真爽 超高的钓剂 超高的颜值 超高的颜值 这鱼必须连杆 给烤 来个小的 这小鲫鱼半两 看几点了 四点了 要不然说上小的来 到点了 这小鱼开口 咱不钓了 中午来的 钓了三个多小时 看看咱钓了多少 把鱼倒出来 大的拿回去 小的给它放了 来来找个大点地方 就到这吧 一桶 一桶 挑几条大的带回去了 红的呢 我得带回去 我家鱼缸里边啊 养了一条红鱼 至今还单身 是个宫殿 我挑几条母的 给它带回去 再挑几条大的鲫鱼 回一顿汤啊 小的咱要给它放了 太小 这个太小 这个也小 放了 剩的 这半桶多 十多金鱼 我总结了一下 冬天你想钓好 就像我这么钓 草卧啊 重上区打几个卧子 有条件的呢 买一个泡杆 这是最好的 它比较轻嘛 也比较长 今天咱就这吧 下期再见 拜拜